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香檳, 只是配餐 讓拉佛脫神我 發揮我的小宇宙 拿來煮菜 不要這樣做 不是, 這樣做… 怎麼做 大廚JC, 他是來自法國 曾經在法國多家的高級餐廳 以及食苦口令 包括米芝蓮一城法國餐廳 升除在這裡, 我還是不要扮門弄虎了 看看JC有什麼絕招 原來他用香檳來做香檳醬 還有一個慢煮雞胸肉菜式 材料有雞胸肉, 牛油, 辣椒粉 芹菜頭, 蘑菇, 綠筍 我們開始用餡料 一開始就放牛油 就是這個? 好 然後放蒜, 搖勻它 炒潤一分鐘, 放鹽 再放三分之一的香檳 我已經聞到香檳味很香 有時候覺得浪費了 不太捨得 做好之後的香檳醬 質感濃稠, 香氣四天 用之前還要打抱 令它更輕盈 60度慢煮的雞胸肉 加上香檳汁, 完成 好 好香 上菜吧 原來JC已經準備好其他的菜式 都是以香檳為創作主題 大家一起猜猜, 香檳都用在哪裡? 好香檳 用香檳來煮菜 重點是用它的泡沫 非常豐富 質感很輕盈 以及帶有少許酸性的蛋質 無論把它打成很濃很濃的醬 或者用來製作甜品 都是很有特色 這個其實是意粉 沒有加到多少 不知是靠香檳的酸味和奶油 去帶麵的甘甜味道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甜品 菠蘿他他 香檳刨冰, 隨意灑在上面 甜蜜加分 所有的菜式都可以配搭香檳 既有美酒佳牛 又有型男帶煮 這個晚餐, 完美 是完美 師母我臨 在法國五月美食節當中 有一百多間的香港餐廳都會參與其中 如果你都想品嘗正宗的法國美食 以及香檳佳藥 都可以這段時間留意Live with新生活 以及來到香港都盡下品嘗